大家好,我是东哥 今天去朋友家里面接四只小狗 这个是狗妈妈 是一条金色的边境牧羊犬 主人打算把它牵出去 怕等一下抱小狗的时候 狗妈妈不愿意 其实狗也是有灵性的 我到这里来,它就能感觉到 它就知道我是来带走它的孩子 但是没办法 一共生了五只小狗 我带走四只 给狗妈妈留一只 狗太多了 我这朋友家里面也养不了 它平时还要上班 这些狗都不是狗舍的 或者是养殖户的 这个就是它自己家私人养的宠物 一只母的边境牧羊犬 然后发情的时候给它找了 种犬配的生了五只小狗 这三只金色的 金边是全都是公的 然后另外两只是黑白的 我带走的一只也是 是一只母的 另外一只黑白的是一只公的 五只小狗品项都很好啊 全部都是七八三通的 都特别漂亮 小狗太多了 它照顾不过来 家里面家庭饲养的这一点就是好 它养的比较精细 小狗啊都吃羊奶粉啊 鸡蛋黄啊 再加上跟着母狗在一起吃母乳 都差不多已经食尽了 还不到两个月 洗尸液不要 现在把这个打疫苗的瓶子拿给我 证明给它打过疫苗了 打过一针疫苗了 到家里就没有母乳给它们吃了 只能给它吃狗粮 幼泉奶糕 然后搭配一点羊奶粉 这个样子 还有鸡蛋黄 先给它们吃一顿 这是刚泡的狗粮 给它们改改口味 胃口还不错 本来都是干干净净的 雪白雪白的小狗 到我这边就全部占脏了 没办法 就给它关笼子里面吧 它总是叫 昨天就是刚回来的时候 给它关在笼子里面的 叫了一夜 然后邻居都过来说了 梦呢 说家里面怎么了 它狗一直叫 人家也没好意思直接说太难听的话 意思就是说 你们家的狗太吵了 所以没办法就给它们 放在这个房间里面散养了 这个房间里之前 一直没住过人 就是空房子 全部是一层灰 我简单扫了一下 扫了一下 还是挺多的 都是灰尘 小狗一进来就 占脏了 家里面空房间也多 就放这里给它们养着吧 三只金边是公的 一只黑白的是母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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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